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马博士 咱们今天迎接一位 你看这么有风采的女孩子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第一次 第一个上我们节目的90后 是吗 1991年的苏子子 对吧 所以那么年轻不能把它称作风采 风采是上了年纪才叫风采 你觉得应该称作什么呢 诱惑 青春诱惑 对青春诱惑 对他的青春诱惑 你可以百分百的全真的看到 因为你看你现在也挺出名 但是挺出名就给人家挖出来 原来你的真名叫王燕云 那么为什么你改名叫苏子子呢 可能因为有一部分是不想让家人知道 第一是不然保护我家人嘛 他们知道了之后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名字会很敏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那个人体模特 然后来到五月份左右就没有做了自己开始创作 对 那么你现在创作的是什么呢 还是以那个人体为元素 然后自己做一些作品 对 什么样的作品 用人体做元素 因为日本的裸体寿司也是 也是人体寿司也是创作嘛 有人说 你是大什么样的创作概念 就比如说我是一组行为艺术的那个东西 它是可以参与的就是互动式的 但是我是以身体为媒介去做它 然后就是可能通过摄影 然后就是video 然后还有那个平面的摄像这东西 然后加起来 然后就二次创作 然后表现这个行为的更深的含义 咱们看看他做的一种人体艺术 我们这导演可以放两张照片来看一看 哎呦真是够冷的 这是一个大鱼缸 你要把它冻的 我觉得都得感冒了 同时它本身包含了一个行为艺术的概念 就是裸体面对面接受记者的采访 你看下面这个照片 你看事实上这个记者没法采访了 最后好像变成你采访的记者了 是吗 说这记者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互动的形式 就是其实大家都认为 其实是这个世界在看我 就是可能我是引起围观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我在看你们 就是你在看我的时候 是一种反观自照的过程 没错 我现在就觉得在你的目光下 我体无完肤 做我一米不安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子子 他你看说 现在一般人讲你 就是说做裸体模特 但是好像你看他反复讲 他说我只是做了多长时间 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的裸体模特 其他学校是做哪一类的 因为人体模特 裸体模特很多类 因为最普遍我们知道 是进大学里面给艺术系的学生 当模特 他有画你的裸体 还有一类香港现在很流行 听说大陆也流行的 香港称作沙龙 去拍照给人家拍照 对不对 付钱他就请一个女生 坐在床上面给你 全部围着他来拍 坦白讲那种跟艺术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关系 那种是你做过吗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开始不懂嘛 然后就可能是在那个影棚里面 就是可能拍摄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摄影师发烧友的拍摄 那个是因为我自己明白 其实艺术和非艺术的区分 也是一步步才会看清楚的 对不是说一开始进这一行 就能明辨 就是不知道 然后被找去摄影棚 以为去重新艺术创作 对 结果原来是另外一个事情 你最早去做这个裸体模特 是动机是因为觉得要去艺术创作吗 还是觉得这个是个谋生的办法 是作为一个谋生的办法 好像能够做 就是拍这么一次500块钱 我听说 对 但是后来你感觉到了有些不舒服 因为我是这种 某种程度上比较贪心的人 那我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我 那他换了个地方怎么不可以吗 如果我是背对着你 这样做的话 他如果假如都换到那儿 我们都是学美术学结构的 这很直观的可以看到他能拍到什么 就他拍拍一些这样的部位 对 他可能就是因为来拍照的人形形色色 就是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我无法控制 所以说我比较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转入自己的创作 就可能不想再做那样的模特 但是你不是感觉到就是当时 就是说也有谋生的这个考虑 他毕竟是能挣钱 而且就说实在话 我就想这人都决定脱衣服了 那么脱了还有什么在乎他拍什么呢 会在乎 我会在乎 对 当然要在乎 而且也应该在乎 对应该在乎 因为就像对 坦白讲在美国很多大学生 业余也去当模特儿 有些也是当裸体模特儿 可是比较多是给人家画画 作为对象 那就算有些去挑那个脱衣服 他也在乎的 他规定的很严格的 因为在后来的时候 就是跟可能比如说刘正老师 就是更多的摄影家去合作了 那样的话就是对这个审美方面的东西 见识的更多 学习的更多的时候就会有 别的想法就不想再就是你能区分了 因为开始刚进来这一块的时候 你没办法去区分 没有那个心智去区分 很难就是不大了解这个行当 其实现在不管说是裸摩 或者说是这个人体艺术 也都是比较正当的职业 对 那么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在中国做这个事情 像你这么小的女孩子 当时比如说做裸摩 那接触到的什么人都会有 就是带着什么样的动机 来给你照相的人都可能会有 是吗 就是所以说要学会保护自己 对 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需要自我保护的事情 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不想提 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比较专注于现在 比较专注于自己的作品 反正就是到时候来觉得 这样再继续下去 你不愿意了 对 反而是他从事前期的工作 有另外一个角度 一般比较小觑讨论的 就是说去拍的人抱着什么样的心理去拍 因为坦白讲 你要假如纯粹奢情的话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获得你奢情欲望的满足 那到底拿着一个照相机去付钱 找一个女生去拍左拍右拍 有时候还要偷拍 明明是不想让你知道他拍你哪个部位 这种是什么样的心理呢 那种偷窥的心理 那种想把男人的欲望 用一个强压在你一个女人的 女孩子的身体上面那种心理 其实现在我做的作品 就是也是一种反抗 就是可能我做的更多的行为是一种 不能说是挑战 也是一种疑问 就是可能我做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可能有的人说我打了男权社会的耳光 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不过想表达一种观念 对 你觉得色情和艺术是对立的吗 不对立 不对立 他会有交界处的 因为有一种东西叫做爱欲 就是我爱一个人 所以说我想跟他在一起 想跟他融合 这种东西是很正常的 但是很多东西就是处于一种也是亏私的感觉 那种东西就很不好 对 现在苏子子他引起很多争议 或者说引起很多注意 这个注意也跟他的身份好像有关系 你现在还是我们邻居 我们旁边中国人民大学 徐悲鸿艺术学院大二的学生 是吧 我想知道你现在上这个学 一年的学费需要多少 这个费用 基本的是一万八百零八百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可能买材料之类的钱 现在上学都这么贵 算很便宜的 算便宜的 那你包括在北京住 你自己花的这个钱 一般 对 开始住寝室的话花的很少 你现在也不在寝室里住 对 因为后来就是今年七月份 八月份的时候就搬出去了 为什么搬出去 因为我需要在东边有一个工作的地方 因为我可能在这边我有一个那个idea 然后创作完了之后 我我可以直接进棚去捡 都在东边产业都在东边 如果我是在这边拍了 我要跑很长的路去那边 就是可能方便一点点 然后上学就回来了 那你现在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费用 都是你自己劳动所得来支付 对 这是有出息啊 咱们可以欣赏一段 专门有这么一段视频 苏子子 这个现在这个年头啊 如果说对于这个裸膜啊 人体艺术还大惊小怪的话 那真的就是有点凹了 是吧 但是问题是做这个事情的人很多 为什么最近你特别引起注意 他们说在网上这个窜红啊 你看我跟你念念 在网上就有这个评论 把你跟谁练的说跟瘦手凤姐等一样 苏子子又是一个靠托成名的女星 她之所以取得成功 一个原因是什么当前我国社会 仍然是传统保守思想 另外一个原因是利用了这个热点话题 高学费可以逼良为昌 你同意这种评论吗 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第一是那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可能是职业的需要或者怎么样 就是而且我现在已经没有为任何人拍照 可能我就是我自己的创作主体 就这个身份的转移的话 就是这个身份的转换是很重要的 可能大家就忽视了这一点 也可能是一些标题党 他也是为了生存吗 他要有他的新闻 有他的卖点吗 他就拿这个事情来说是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在网络上 这个样子之后已经被妖魔化了 他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这其实也反映了 这是说对 赵文涛说人体模特儿 这个事情就是一直都有了 徐悲鸿年代 徐悲鸿就画很多的裸条 其实在1912年 刘海素老师就第一所上海美专案 就是用这个当时是 在当时那个社会是传统保守思想 引起很大争议 后来这个就是后来的红衣法师 李淑彤包括刘海素都是最早用这个人体模型 不是不是模型了 模特儿的这个时候 所以说大家就在讲 说为什么你成了这个话题人物 而且我注意到有一点 这个子子现在也很烦 好像很不高兴 就是因为他在之前接受的采访当中 谈到你们家当时 他是你是湖北宜昌是吧 我宜昌的姑娘 说家里当时碰到拆迁的这个问题 然后什么他跪在市政府的门口半天 没有人管 家里生活景况 这是很难 但是我注意到当媒体把这些元素 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你又发声说你不喜欢现在很多媒体 拿你的贫困来说事 其实很多人会说 那你既然家里穷为什么要学艺术 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之后 还见着学艺术 难道人穷就没有权利去有自己的梦想吗 没有我自己在为我自己的梦想努力 那有什么可以苛责的吗 这个机子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 因为说整个逻辑现在是说 不成立 一定是说因为你穷 所以你就要出卖身体 他们是把它定义为出卖身体 甚至少为看到一些身体了 就把所有的不同类型的身体的 裸露的行为 它归为一类了 放在一边 把它叫做色情 这个东西是认知的偏差 而且是那种心叛的问题 对 一直来 所以我刚一直说 从几十年前 一百年前有的东西 一直以来 还是有那种保守的反应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女人不再怕这种保守的反应 以前坦白讲 她不算是保守 我们看过很多材料 以前有男人出来 甚至到学家也好 什么老师也好 指责之后 很多女人 不管她是学生还是什么样的女性 要停止不做了 甚至有些自杀了 跑掉了 隐姓埋名等等 那个年代是这样 现在当有些人 不管你称为保守还是反动 还是父权种种 有这种压力 还是想用一个东西 把你套住的时候 女人不怕了 我不喜欢你这样说我 我不喜欢你扭曲我等等 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 我们在极子身上看到 网上也有看到 有很多人都很支持你 对 就觉得不要用那种阴暗心理去想 对 她那种 女孩子 逻辑不成立 为什么 她如果说拿道德的标根 来压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这个事情成立就只有两者存在了 那就是一个昆音匹和一个录音匹的存在 那样的话 就是这个不成立的 所有的人就 他就把世界上所有人 就只归为这两种人 所有这种道德成立了 那么OK 你一开始就是你可能有裸露 他就认为你是色情 对 就这样的心理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不是你的这个处境 也是促成你改变的一个姻缘 比方说假如你上学的时候 你是一个家境很好的家庭 比如家里很有钱 能够提供你一切的这个学费什么的 那么如果这样 是不是你就不会去做裸膜了 对 但是我现在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一种 命运也好 或者是一种机缘也好 你可能接触到了它 可能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很懵懂的状态 但是后来你我慢慢爱上这个东西 觉得它真的是可以表现很多 就是引人是思考了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非议 好好做好它就可以了 我刚才跟他聊 我就说做我们节目 让我们化妆师把你化漂亮点 他反而说他做这个人体摄影的时候 他不化妆 我问他为什么不化妆 你给我讲到一个词 说是要保持一个真实自然的身体的情绪 身体是有情绪的吗 因为它发护于心的 其实大家都说就是这个东西跟色情没有没有界定的话 其实很好界定的就是你人的心里面想什么 就算有的人他穿着衣服他也是很很情色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 那跟穿衣服的多少 不是不是那跟穿衣服多少没有关系 比如说衣服那个可能穿着泳衣的那个图 他很引诱的看着你 那也算是色情 就是跟穿衣服的多少没有关系 但是可能就是全部赤裸的状态的时候 它是一种很平静的心情 然后他身体焕发出来的情绪的话 他会根据你的心里面的想法是有关的 就是你能让人直接的感受到你是怎样一种情绪 而不是它是很坦人的而不是情色的 对情绪这个身体我完全懂 我跟你是同行 因为我大学当过人体模特儿 不瞒你说 我也有年轻的时候 真的 可是我让衣服当禽兽了是吗 老兄我还没想玩 我当时几拍手指 我有一个读美术系的同学 他又不晓得为什么要拍人的身体不同的部分 结果他哪里都不选我 选其他人选我的手指 我记得他拉学后说我手指够细长 很小男生 还有结构是吗 对 又拍这样拍了笨天 把手给他拍 Close up这样拍 我还记得他讲一句话 某个角度到了某一个地方 他告诉我说 家伟手指让他温柔一点 比较温柔 你又想象你的手指在跟空气谈恋爱 拉学后去台湾非常文艺腔 我还想了笨天什么手指跟空气谈恋爱 所以这是原来手指也有他的情绪 和矿井的身体 我给你介绍了一个可以跟你合作的人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不是在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就读吗 他自己的这个作品 他还好像去年年底 在学校办了一个叫who am i的一个展览 学校什么态度 还是很包容的 因为学校什么叫大学 就是一个容许不同声音出现的地方 那么周围的女同学什么态度 有的这是有的反对吧 你跟他们平常在一块玩吗 很少 因为我比较喜欢跟大龄的就是忘年交 没错没错多跟我们聊聊 就是我是说比如说毕竟是个中国女孩子 我想知道一些这个人的这个改变 比方说一开始是为了生计为了学费 那么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镜头面前全裸脱下衣服的时候 心理上就那么容易过这关吗 其实很多时候 我个人来说我决定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去做 我会在前一天就告诉自己那么是你决定的你自己决定的事情自己去处理 就只要是我比较那个倔强而且比较好强 然后会跟自己说那么是你选择你就去做 对 结果呢这一去呢还走上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看你现在简直就准备今生啊 用人体艺术为业了是吗 我不是以人体艺术为业 人体艺术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媒介 我可能更多的是想通过作品反映一些东西 对就像现在我前两天在搜集各种对我的评论的标题 好的话呢我都不回避 我就把它全都收集起来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就比如说那次采访之后 那个作品可能有的也是违规发布嘛 因为他答应过我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能发布 但发布出去了 第一是对我权益的侵害 第二是我可能 这个东西他想反映的东西就是可能 还是一个我跟世界的对话 对就是我坐下来跟世界谈一谈的时候 觉得一件事同一件事情是很可爱的 就是所有的媒体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说他 就是你本无心 但是世界是有心的 他会去抓这些东西 就很好玩 然后就我是想这样一组作品 就是我收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会做一个行为艺术 可能到时候可能会让大家很惊讶 你想跟世界谈谈 结果世界都在看着你不想谈 只想看不想谈 就是可能那些言论的时候 他发布的时候就是会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目的 一定会有目的在里面 你看你是学艺术的 好像现代艺术其实跟出名很有关系 你对出名这事怎么看 到现在为止很困扰 为什么困扰在哪里 崩溃了 怎么是什么让你崩溃呢 我每天都会有学习的时间 但是现在就是各种电话 然后让我不得安生 那种感觉就是 因为我比较还是比较宅 比较平常在家里很安静的一个人 然后那样子的话就是完全把生活的节拍给打乱了 你看他还是挺单纯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你像对很多搞现代艺术的话 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他们就是搞的是艺术 但另一种看法认为现代艺术的概念变了 你要不能哗众取宠 你要不能充分吸引注意 那你的艺术最终也没有什么意思 不是它一定要是能引起人思考的 引起人注意它要引起人思考 为什么会去做HMI 而且后面的为什么 我给我现在马上要发布的一部 叫做那个探课 探课 现在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回避